今天我們是高中的主席 心製度實施的第一天 這到保有修正規定 說除了這個 拜一以外 其他時間 學生孩子只要在第一隻口 八點十分之前到九色比賽 不過高雄有名的 這個渡民中學 以為要求高中學生七點半之前 就要到學校 否則學校會定義 七點一天 站在學生和老師站在學校門口 有同學為了要關在七點半之前 到九號 第六點就起床 因為教育部修正的高中 家主席身材雖然就路 好好也希望通知跟學生說 會在尊重政策的完結之下 以為維持七點半之前到九號 八點到學校會比較理想吧 因為就是基本上 就是真的可以睡的比較久 希望能晚一點去吧 這樣可以睡比較晚 這樣因為上課比較精神 為這個高中部的學生 有同學學生這句好好 沒聽他們的意見 也發起沒有配合的運動 讓有夠就要減少好好 甚至還有要求他們的學中 依用 不過好好回應 特別是我們全中學 為了讓高中國中學生 在要好好的生活 整個的一樣 而且配合在車輪調度 還有加上這三個時間 才維持七點半之前到好好 但高中生第一頓課上課之前 還沒到 沒出份 也不會來日記錄 我覺得學生就應該有學生的本分 對 啊你你來不管你要不要找自修都OK 對上班族的家長來講是OK的 就改成八點會對你來說比較輕鬆一點 對 比較輕鬆一點 先幾點高中期到有叫表時 已經很多次來選擇 特別的部分會請好好 要準受幾款 也會跟好好來瞭解 到有補齊實過程 會繼續來多多的好好和地方政府 那有好好沒有這樣規定 不得了要以往需要改進 舒服會按照舒服會規定處理 說得好好這是臨臨臨完成這個科學 必須往留訂單 很均勻報道